陈老板的公司在杭州西湖区双浦镇上 他说宁波那边的工地需要用到一匹H型钢 总共32根 8月28号宁波那边的收货房叫了两辆车来装货 我们接收到这个信息之后 我们按这个他发给我们的这个策别号 我们对号我们就上货了 就一大约是8月28号一点钟装好就让他出去了 陈老板提供了车辆装货的监控视频 画面显示8月28号下午1点05分 一辆满载H型钢的红色平板货车开了出来 陈老板说两辆车出发前自己都开了出入单 上面有材料的名称规格 车辆信息和目的地的地址 都交给那个收货房了 因为我们货正常出去了 就有收货房车子到了卸货再拍单子给我们 你只要记录空车来满车就好了 对对对对我们单子记录发到全地就可以了 一共发了两车 一车装了15根 一车装了17根 第二天就接到收货房电话说 一部车没有送到 那车装了15根 送到的装了15根 那等于说17根的那车没送到 对 一般装完货了 司机都会跟我们收货人联系 他会第一时间跟我联系 我联系我了 我再把那个收货人的电话给他们 对 结果呢两辆车只有一辆跟我联系 另外一辆车一直就没有联系 一直就没有 出发的时候就没联系 没有没有 因为这个我感觉他们有的时候司机 晚上呢 因为那边对方是禁区嘛 你摸那边是禁区 他有的司机呢 就是疲劳啊或者怎么样 第二天一些也是正常的 陈先生说 这批货是他下的单 物流公司也是他这边找的 自己在杭州 宁波那边的工地 有专门的人负责对接车辆 8月29号工地那边反映 有一辆车一直联系不上 第二天然后沃流 沃流沃流跟我打的电话 他说这车货有问题 他说这车货电话一直打不通 因为装货的时候给到号码 但是等货装完了 然后一直就是说出于关机状态 就联系不上 那这他这个石器灯这个叫H形钢啊 对 他价值大概是多少钱 价值是14万左右 14万 对 按钝按天出租 按钝按天出租 对对对 一吨一天多少钱 一吨一天 两块左右 陈老板在属地商铺派出所备了案 收货方陈先生从物流公司那边得知 货物找到了 当时后来后来物流部跟我们说了嘛 然后驾驶员又打电话 然后发个位置在筑记 我们又赶过去看了一下 那为什么车子开到租机去呢 司机他是当时报答案嘛 感觉这个有点奇巧嘛 不对嘛 司机报答案干嘛 他这个货没有给我们送到目的地啊 物流公司的老板娘姓董 和收货方陈先生是老乡 事情发生之后 从连云港赶到了杭州 董奈姐说 这两名货车司机是通过货运平台找的 看到我发布这个信息呢 他就会联系我 这有一个司机说了 你叫我微信吧 等我货卸了的时候 我就联系了 现在我还有一点货没卸 董大姐给记者看了 他和一位司机的聊天记录 对方的微信名叫叶青 微信上董大姐给叶青 发了装卸货的定位 对方提供了车辆的牌照 车主名字 手机号码和身份证信息 董大姐说 另外一名司机是通过货运平台下的单 但叶青没有通过货运平台下单 他就满满平台上下单 他说我钱今天超支了 下不了他 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不对的呢 我从晚上七点多钟 我就打这个人电话 他就关机了 挺机 回应也不菲 根据地图导航显示 从陈老板发货的地方到目的地 并不经过珠记 那么车子是怎么到的珠记货 为什么又卸在了珠记 陈老板提供了一个地址 说是H型钢都在那 浙江融合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位于绍兴朱记 也是这17根H型钢堆放的位置 工作人员带记者去了现场 全部在这里 没有动 那现在这批货是属于你们的吧 不属于我们 不属于你们的 这个怎么能属于我们呢 工作人员说 确实有人想把这批货卖给他们 但是在交易之前 司机报了警 警察找上了门 他们才知道这批货有问题 就终止了交易 等着这个事情处理完了 让派出所出面 警方都卸掉好 把货拉回去 这就好了 你们当时谈好的价格是多少 价格就是行情价嘛 货是怎么到的珠记 物流公司的董大姐说 后来他通过派出所 查到了司机的电话 并和司机联系上了 我就联系 一联系 他说 你这货给我拉到珠记 给人家卖掉了 哎呀 我一下就吓得嘛 我说你给我货卖了 这么弄的 我这个货不是你 愣拿去卖的 对不对 你是货用方 他说 已经卖了 刚刚一货以后 上了高速 他就给我一个地址 当地址 他说一个人签筒 签筒 签筒就把我 带到那个费品站 把这个费缸卖掉了 听了司机房师傅的话 发货方陈老板 收货方陈先生 和物流公司的董大姐 都表示 没联系过司机改过地址 我说你不是从这个大姐这 接的活吗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从那 卡上里接的活 我说从布拉拉上面 给接的活 跟订单走 这么活 我说你跟大姐 不是加了微信吗 你还通过另外一个司机 给他转了一百块钱的信息费 对不对 我哪里加大姐的微信啊 是吧 我没加她微信啊 一直啊 那个叶青不是你啊 叶青哪里是我呀 要是我 房师傅提供了货运平台的截图 订单显示是从杭州西湖区 三杭控股集团 到绍兴的一家食材加工厂 他接单之后 加了一个微信 对方的微信名叫 叶青 之后也是叶青 让他把车开到绍兴朱几 接你的那个人是叶青吗 他也不是 叶青把货卖给他 那你没觉得奇怪吗 怎么会把这个货卖了呢 卖了 这因为什么现在行情不好 我也没多想 是吧 单独是人家发的 又不是在马路边边上接的呀 好像大姐那个 那门的货信息泄露了 泄露了信息 他又发到货拉拉上面 货拉拉上面 我有抢了单 从他那里拉货走了 他把我的号码 都是留着加号码的 这其中的人物关系 已经绕得有点晕了 另外房师傅还说 叶青把车上的H型钢 卖给了一个中间人 这个中间人又把这批钢 卖给了浙江融合 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我是跟他一起的 那高老板是谁啊 高老板是我旁边 您贵姓啊 我 我是他邻居 邻居啊 我自己就是因为 这些心态不太好 毕竟损失很大嘛 高老板的朋友说 他们在绍兴朱记 丰桥镇开了一家废品回收店 8月28号 店里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说是有30多吨 工资缸要卖 双方加了微信 谈好的价格是5万3 您倒是加那个微信 那个微信的名字叫什么 你记得 微信还在我这里呢 叫叶青 叫叶青 名字叫叶青 这批货我买了嘛 这样子 然后我转手就把它卖了嘛 就这样 它是怎么有你的电话的 你知不知道 那我们门头有电话 又是叶青 根据之前多方的表述 记者大致做了一个人物关系图 首先发货方通过物流公司 发了一批货给宁波的收货方 物流公司找了两名货车司机 其中就有这个叶青 之后叶青找到货车司机 房师傅拉这批货 并在出发之后 变更了目的地 另外叶青还联系了高老板 以5万3000元的价格 将这17根H紧钢卖了出去 高老板又转手 卖给了浙江融合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采访时 高老板提供了叶青的手机号 不过拨打过去已经停机 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 绍兴朱记陶朱派出所 丁副所长对事情的情况进行了记录 后来发货方陈老板联系了记者 他说经过沟通 物流公司赔给了高老板 一万七千块钱 将这批H形钢发往宁波了 那他们那个什么叶青什么的 还被警方会调查的 立案了是吧 已经立案了 对立案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